大家好 这是个捆绑节 下面呢 为大家演示 两种捆绑方法 第一种非常的简单 而且一节一节 我们一拽翠翠的绳头 沾染就开了 我们在捆绑一些 多的物体 和一些比较滑的物体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此方法 首先 我们将一些物体给它连起 连起之后 将这绳 我要在上面 给它进行缠绕一圈 缠绕一圈之后 将这绳头奔着 底下给它拿过 奔着这个主绳上面拿过之后 进行双折 为什么要进行双折 就是在我们在解开的时候 为了它解开非常方便 所以说 就给它进行双折 看似简单 当它收力时 它会牢牢的锁紧 不缓节 不开扣 用这种方法捆绑 锁紧防滑 安全牢靠 下面呢 我给大家演示 它的第二种捆绑方法 首先我们将绳子做个半扣 然后 将右侧的手放到下面 进行 翻转 一拧 形成个八字之后 我们将这两环给它扣到一起 然后 将绳圈 给它进行 调整 调整好大小之后 我们将捆绑的物体 分转给它 穿过 然后进行收集 不缓节 不开扣 两种方法 你学会了哪一种 如果是来吗 好